大家好,歡迎來到出遊講玩出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我是基督教徒William 我是K 我是無神論者KH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Iron 創出的 HAPPY 專屬收購的發行箱的作品 這是PASS RENDAZON 第二版 這款其實在BGG 中的評分挺高 亦是它的重量非常高 到達四點多的遊戲 當時我看的圖書看了每隻字都認識 其實也不太認識,有些字都很深 但看來看去,不能將遊戲很順利運行出來 也要非常感謝我們的SKOKI 會員Sanus Hing 在TTS上幫我打通這個任督的 將整個遊戲傳出來 推廣給我們BG Port 裡面的成員 大家對這遊戲都有些感覺 所以就拍個視頻給大家看 首先我簡介一下這款遊戲 在整個遊戲裡面 我們就是扮演中世紀的一個銀行家 銀行家最多就是錢 我們就用錢這東西控制整個歐洲的未來發展 因為歐洲其實整個遊戲裡面 會有四個勝利條件 包括將歐洲帶入文藝復興年代 會擁有最多的共和國 還有在卡上面要多了天平的圖像 然後第二種就是進入大航海時代 要到最多帆船的銀行 還有最多是經商的商隊 然後第三種的勝利條件 就是讓其他人多兩張以上的國王卡 就是你維持歐洲的帝制 最後就是一個宗教勝利 這個比較複雜 我也不再多說了 遲些有機會的就教大家 開了支票 對 開了支票 整個遊戲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每個人就有兩個回合可以做 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買牌 打出你的手牌 或者賣出你的手牌 你可以拿回兩元 然後可以進行一個叫做Tablet Action 或者進行一個貿易商店 或者捉獲一個勝利 其實買牌那邊就會跟我們以往玩的PASS Premier 非常類似的 你買牌的時候同時要放回一些錢去相應的卡 令到人們去買牌的時候 那些卡的價值會隨之又轉變 而打卡的時候 你看到卡上面好像有很多字 但其實中間亦都跟PASS Premier是甚麼一樣 中間全部都是PASS Premier 講解那件事的背景是怎樣 我們需要看的就是看下面 究竟是執行甚麼的一次性行動 通常這些一次性行動 可能是你帶著一個權勢 去不同的國家進行一些宮廷的陰謀 鼓勵他那些農民造反 做革命 或者去令到那些貿易的路線一個轉移等等 或者你促成一個政治婚姻 控制那個國王 派那個美女嫁進去 這就是他的一次性行動 另外這卡你打出來就會 製造你的手牌 這個遊戲我們會看到方圍西方和東方 西方的卡就放在西邊 東方的卡放在東邊 如此類推 你做Tabic Action的時候 慢慢建立你的Tabic Action的時候 就可以一次性做你其中一個方向的Tabic Action 就像上面那些卡 每一張卡就可以觸發行動一次 這些卡就可以殺一些場上的士兵 或者去做一些投票的行動等等 大致上大家就圍著自己的勝利目標去做 遊戲去到中後期時 就會看到我們會有一些水星卡牌 買到水星卡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四個大勝利條件 就是未啟動的 你就可以把一個勝利條件啟動之後 當任何玩家達成那種勝利條件的時候 再用一個Tabic Action去掌握它 就可以完成整個贏出的遊戲 大致上的背景我就說到這裏 上西一家學就遲些大家可以留意 不如說說大家對這個遊戲的感受如何 不如先說吧 首先第一就是一定要留意Andy的教學 因為沒有教學這遊戲基本上是有碗不能的 因為教學當中 剛剛Andy已經說了 其實他做的行動是很簡單的 買牌出牌 但是他有很多小的行動是你需要連貫到 譬如有些叫做repress action 那為何要repress呢 那些repress action 就會將人仔怎樣放來放去 那其實你在腦海裡把整件事變得了 因為repress了 所以那些人就會貶為奴隸 抄他呀 扁為奴隸 但是由貴族就 是的 他們可能就會將來起義各樣東西 那令到整件事有一個連貫性 還有你合理 是的 一不合理 你就好像死記硬背 我總之將這東西搬去 那就很差 所以真的要再一次多謝 就是這個 Soundless 是的 就是為我們介紹這遊戲 其實當真是學會這隻遊戲的時候 你們會發現其實它不難玩的 很滑 因為你做的東西其實不多 是的 只要你是記得那些小的action 或者是小的 其實基本上這遊戲就很順暢的 而我的想像是什麼呢 其實這隻遊戲呢 很多時候一些人會拿來 跟另外一隻遊戲叫heer stand去做比較的 那heer stand也是跟 差不多那個時代都很類似的 也是在說中教戰爭 就是新教天主教 是一個分庭抗危的一個時期 也都有不同的勢力 但是那一隻遊戲就是一隻超長的遊戲來的 亦都是玩political 玩一個宗教層面 玩經濟層面 玩經濟層面 那這隻遊戲呢 正正也是有這幾條部分可以讓你走 所以有宗教勝利 可以民人課英勝利 各樣的 但是他就把所有這麼複雜 這麼多層面的互動 濃縮到透過卡牌的效應來進行 那令到我是非常欣賞 就是他透過一個很簡潔的機械 就把所有政治經濟 宗教各樣的互動呈現出來 那這件事實在是很難得 其實每一個元素你單獨抽出來 都可以做一隻大遊戲 他就把這麼多元素 可以融入在一隻卡牌遊戲去驅動的時候 可以完成到這麼… 我覺得整件事都很完整 還有他的卡牌上面 我剛才說的流暢度 每人做Action 非常滑滑 還有遊戲的遊戲時間非常不長 如果二人局可以一個小時之內 三至四人局 兩個小時之內都可以完成遊戲 反而交遊戲可能需要時間比較長 只要我們克服到遊戲規則的障礙 其實這遊戲是我想… 因為整個遊戲的途中 我做每一個決策行動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豐富的回憶感覺 因為我做每一個行動都會影響 在版圖上的不同的東西 包括可能我做了一個貿易傷害 途中就會不小心地幫出面的不同的地區 就蒸了一些兵 蒸兵就會加強了不同的勢力 國家勢力 會有一種好像蝴蝶效應的感覺 大家從這個版圖上的局勢 就要決定每一張卡 究竟那個價值是如何 或者執行自己的策略 怎樣可以踏至四大勝利條件呢 這個我覺得是很精彩的一個位置 還有它的玩家和版圖之間的互動 其實相當高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是看著外面的市場 決定你有甚麼方向可以走 也是由這個市場 去到這個桌子的互動 去到不同的玩家之間做的事 這三重的互動 令到遊戲透過很簡單的機制 但就呈現出那種複雜性出來 另外我要提到一件事 所以版圖上的東西 它不是一個區域控制的 不是你的 上面的東西除了這些特許經營權 在航線上屬於你之外 其他東西其實都不是你的 所以你在玩的當中 很有那種主題的感覺 你就是好像一個玩家 好像一個網絆大佬 操控整個局勢 就是整個歐洲 外國勢力 間接地去控制不同地方的勢力 而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相當特別的遊戲 其實如果你要跟其他同類的遊戲 我除了PASS Premier之外 都想不到第二隻 同樣地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就是很間接地去影響局勢 然後再去想一下 怎樣可以達到你的勝利條件 而這個PASS Resonance 我認為它是整體性 連貫性比PASS Premier之外 為什麼呢 因為PASS Premier之外 每次戰鬥解決完 假設操控制是成功的 你會取消掉 然後就變成好像第二次 由第二次又再來 會有三個斷開的局勢分佈 而這個遊戲不會 這個遊戲只有一個勝利條件 一達到就完遊戲 總之你整個盤計劃 一直到完遊戲就完 整體性的感覺會強很多 我對這個遊戲的感覺 其實那個變化很大 我記得我剛剛聽這個遊戲的規劃 還未實際玩下去 我會覺得我還是喜歡PASS Premier之外 那種簡潔的感覺 因為我始終覺得它有很多事情 它有很多事情在裡面發生的 一個遊戲 但我真正玩下去 其實當你自己看著局勢 看著勝利條件 你自己的牌面 越來越多牌 它有越來越多行動 你開始知道你自己 哪一個勝利條件 你會較大機會去做得到 如果用Ross這樣說 PASS Premier之外 就是四圍 四圍的空間控制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 不是空間控制遊戲 剛剛也說了 因為外面的所有東西都不是你 也不是你控制裡面的東西 它是自己會互相交戰 你唯一可能是控制一些皇帝 我就會覺得這遊戲 就像剛剛Andy這樣說 是一種蝴蝶效應的遊戲 就是你做一件事 但整個局勢會變得很厲害 即是你可能以為 你出了一張皇后牌 你拿了皇帝的控制權回來 你以為是這樣嗎 但其實不是 因為其實可能 你只是控制了皇帝 但他那裡又會有 譬如農民起義 又會有些宮廷去造反 即是你是要不斷去轉變你的策略 還有你做的每一個決定 其實會做到很多 影響到其他地方的局勢 譬如他剛才說到 有一個叫做貿易商類的行動 因為你拿完錢之後 你以為你拿完錢嗎 不是的 你拿完錢之後 就會為地圖上高不同的地方增兵 其實你是影響到不同地方的戰局局勢 所以你每一組的決定 都會有很重的價值 在裡面 這個體驗是 玩其他遊戲很難去找得到 還有一個他們剛才沒有說 就是你看到那裡很大的卡 但是其實每一次玩 只是用大概四分之一 是的 再少一點 你用這麼多卡 但是那裡這麼大塊沒有用 因為其實他每次只用很少的卡 在遊戲的過程裡面 每次你就在裡面隨機抽出 所以其實你說它是一種 Tactic Game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的Tactic 是說你做過一個Tactic的決定 但是其實你影響往後 是一個Strategy 就是一個很長遠的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遊戲體驗 是的 即利雄很少有個遊戲 給你一個感覺就是 不是很快就入局 一開始 入局是很重要的 是的 一開始就已經入局了 然後整件事都很快 然後整件事都很快 還有我覺得最後 我覺得它給了一個感覺就是一個類似 在模擬當時歐洲出現這種事件的時候 究竟會帶來什麼局勢的感覺 每一場遊戲都好像一個 一個 歷史重演 是的 平衡時空的歷史重演 有一種這樣的 噢 這一場遊戲新教崛起 然後就行宗教勝利 另一場遊戲又有不同的感覺 那一個特別的地方都可以令到你記憶 那場遊戲有一個深刻的印象 嗯 不如我想問一下William 其實你有宗教背景 你覺得這遊戲能否給你這種感覺 我覺得它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宗教勝利 聖戰 聖戰和宗教勝利 是的 這件事是由新教開始很小 基本上你怎樣可以令到新教 譬如是中間國體 其實是很體會到當時的宗教 對於整個局勢的影響力 例如它有國教 是的 國教 所以我覺得整個遊戲 基本上是將宗教政治 在歐洲時期的關聯性 其實是反映出來的 因為這裡讓我先說 因為為什麼我要問William 因為William有宗教歷史的背景 我自己是沒有的 所以為什麼剛才說無神論者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在聽過規則裡面 我就很感受得到 其實你現在看到 國曼尼尚高的棋 黃色就是天主教 綠綠地藍兩色就是伊斯蘭教 然後還有紅色沒有擺出來的 那些是新教 其實你表面上 你很多棋放在這裡 但是所有的棋都不是你的棋 他們就扮演著一個國家裡面 他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他們自己之間會有一個宗教的鬥爭 但是如果他對外 即是對另一個地方的國家 他會變成一堆士兵 就說我們現在有五隻棋打對面 但是他裡面自己會來戰 這件事我覺得是很… 就算我沒有那個宗教背景 但是我也很感受到他做到這件事出來 是啊 很體驗到當時皇帝去控軍隊之外 宗教也很有能力去發動戰爭的一個… 非常之厲害 還有他還有一個變體 他還有一個變體 就是去到1550年 即是新教已經… 反盤了 已經反盤了 開頭的設定也有些不同 給大家一個不同的體驗 因為其實在原始地圖 新教的勢力比較弱 所以通常我們價值新教的卡 就會比較… 即是沒有那麼體重 在官方的變體 如果新教已經開始發揮的時候 三種宗教的世界 就會比較均衡 我想重玩性方面 我就絕對不擔心 不用自然 即是你基本上… 原來卡牌 說真的 他這麼多張卡 你又不會用完 你不能怎樣去記卡 你都是看著台面上的牌的流動 即是哪張牌的價值 然後你去做一些 就是剛才所說的 所以重玩性我完全不擔心 我會覺得就是可能 第一個 即是我們覺得最大的 這個遊戲的難點 就是剛才也說到 就是那個教 怎樣去教 不是說規定的教 是你要教得來 要令到大家知道 每個行動背後 你才可以跟得到 否則其實你純粹說 這個旗而是完全玩不到這個 我會覺得是 在這個時刻 我想給我一點 持平一點的意見 未至於扶平 持平一點 我亦是跟Path Premiere 再做一點比較 而這個遊戲 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很間接的遊戲 幾乎所有的東西 都不是你可以直接控制 亦都不屬於你 而我認為Path Premiere 就會很拿捏到平衡 因為就算你所有的東西 都不太控制 但你也知道 有些位置可以排到分 有幾個位置可以計分 到最後多一分 這個遊戲是再極致一點 就是簡直是 全部東西都控制不到 然後檢查你的勝利 所以起手是很難的 我都玩過不少遊戲的情況 去玩這個遊戲 我都會感受到 你要上手是要有些難度 當然不是一個很大的扶平 正如剛才所說 是一個重玩性非常高的遊戲 你如果再玩幾次 熟習之後 你就會越來越體會到 這個遊戲的味道 還有如果你熟 當時的歷史 每張卡都寫了歷史背景 可能你會了解歷史背景之後 然後那個位置又發生了 那件事之後 你的體會又會再強很多 其實這個遊戲 說真的 它全部都是卡牌驅動 你的行動做不做到 就要看看市場上 有沒有那種卡 沒有用卡 其實你就沒有那種行動的選擇 的餘地 這個就是大家要適應 不是你所有你想做的行動 都做到 就是市場提供的那些什麼 好 大約上高 即好和不好的地方 都清楚 那推介 你會推介給什麼人玩呢 你們會覺得 我其實就是很推介給 如果大家對文藝復興的歷史 對它是有興趣的 就算沒有興趣也好 我覺得這個遊戲 只要克服到規則上的障礙 它是一個值得大家去嘗試 去細味的作品 所以我們就要期待Andy的教學 對 我想透過教學 令到更多的人 不要因為規則 那個難度去控制 令到你對於遊戲卻步 因為其實是一個PASS系列的 其中一個很出色的作品 沒錯 沒錯 一生值得吉士 說到這個 我覺得如果你玩很多Block Game 你都應該要試一下 因為它的獨特性很高 你在其他遊戲很難找到 類似這樣的效果 好 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 PASS and Renaissance 希望大家 如果試過的話 歡迎在樓下說下你的感想 什麼意思的 你都可以期待我們之後的教學影片 你試完之後 也可以在樓下留言 希望我們推介給你的遊戲 會令到你有一個很特別的遊戲體驗 好 今集的玩笑由來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